耶伦说下次访华将中国能源过程列为头号的议题 看篇文章的标题是不是很平平无奇 但是你才知道中国电动汽车被扣上产能过程 包括其他行业的新能源 被扣上产能过程其实是一个历史警告 你看不到火药尾 为什么你没有继续历史去看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来的 因为工业革命发展 令到欧洲在地 当时工业全世界是没有分工的 没有全球分工没有全球化 每个国家都来做自己的事 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 因为它有殖民地 所以它也不只是说本土的地方有多大 它都尽量做到它的工业在地化 那哪个国家能够最有效率的话 它会生产更加多的产品 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会出现产能过程 产能过程的意思就是 他们可能在技术优势 可能在能源优势 可能在植物的优势里面 他们可能突然变成一个工业力很强的家企 抵抵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可能实在很威胁 但是当时大家要欠什么是欠世界市场 销售 要欠世界资源 例如殖民地里面 有很多无限的资源去做 所以产能过程 其实当然我们读历史 沙拉朱佛那个行识 那个亲亡 所以做了一个毒火索 其实如果你研究这个历史来说 产能过程是代表打仗 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全球化 依然去回第一次大家大战 大家就叫在地化 现在就是了 为什么 美国是去风险 就是说 亦都全球化破坏 现在各种各个阵营的话 你说的叫集团世界对抗老公也好 其实都走回到一个叫做 工业的形态 如果各自工业形态又没有全球化这个平衡的话 一定会打仗 过往的历史来说 所以这个数到好到 中国究竟怎么搞 何去何从 第二你看看 谁最大的威胁 美国的汽车最大的威胁 日本的汽车最大威胁 德国的汽车最大威胁 美国提出这件事 其实很多是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 德国 不敢这么大声说 但是都小小声告诉你 例如小米 Sull 27 为什么是Sull 27 不是格 就是SU 这个也有前头力的一个 的符号 这个Sull 7 有什么问题呢 德国说 不是一架车 是一个智能手机 放大版 如果你说到智能手机放大版 有暗藏了一个的玄机 就是说这部是收集 用户资料 和用户国家地区 或者是国家地区 或者是所有的范围里面的 一个间谍工具 当一个是有邪恶 带有邪恶性的产品 当这个世界是走着 再去回叫做Localization 就是叫做产业在地化 明明显显的话 解决方案之后 一个就是大战 根据历史的推演来说 所有东西是暗藏杀机 没有理所说 如果这个世界是回到全球化 和平的那个通 中国是赢了 所以这个关卡 就是这一点 不用猜测他们 究竟会对中国会如何 我们会如何 我们应该 现在我看回管理层 就是高层 其实是预设了这一点 不过我们也不将这一点 高调放大出来 你不会看到外交会 说这些厚运 你不会看到 习近平和 这个的美国代表团 和这个 荷兰的这个总理 说这些 都只是说好严相向 所以说中美中衰一战这件事 不是说没有深层意义 你看不到 产能过程是一个很大的质疑 产能过程是一个很破坏国际平衡关系的一个 原因 无论你多厉害 他无需说再用他旧的方向跟你说 你是抄袭我的技术 你可能说 智能汽车你的技术都没有 你怎么抄我 不说这件事了 产能过程 破坏了 世界贸易美国 即是说 你没有给一口粥水 你过程 你是这样再发展下去的话 你不停手的话 你会跟我争夺 市场 争夺 资源 无论你买在哪个 买在泰国也好 买在非洲也好 总之这些是我前途的市场 你中国感染指 这样去占大部分的话 美国一定会出手 当然了 你会问回 现在目前的情况 好像欧洲都一获足 现在又搞到俄罗斯的事件越来越大 你会觉得 究竟怎样去做 一会我想说 头发的那些问题 我会压后再说 刚才我已经提到那个新闻的来源 就告诉你 耶伦来访问中国 北京 你不要以为他是关低一条腰 他带了那个讯息来说 其实 要小心 这个是来自 美国之音的一个报导 这个也是美国的官媒 他竟然 如果你在这儿做市场分析 或者做时事分析 就觉得 耶伦叫你中国买国债 这件事 你根本就不知什么 叫做国际时事 他不是来这里跟你谈国债 不是说 哎呀 我们见到美国人又过来 和我们说Hi say bye No 警告你中国 你懂得听也好 不懂得听也好 你就是已经犯了世界大战的后线 根据上世纪 不是说现在 现在冷战会是不知道 因为收穿 他不是用热战 因为战争来说是很多种方法 不一定是大船对大船 导弹对导弹 你看到俄罗斯被袭的话 你已经知道是这个战争的一部分 就是告诉你 他会极力破坏这个也不是一个贸易规条里面 你要举国之力去生产你中国这么有效率 这么领先的产品 美国也会有举国之力 不过不是跟你竞争 我是跟你破坏 听得明白你才知道什么叫国际时事 你不要这么严重 你听我说 你继续观察流畢 不像跟你说笑 所以说这个 Janet Yellen 究竟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来到中国 不是说求你 也不是跟你言和 而再带到一个清清楚楚的情况 为什么你的罪名很大 中国的产能过程选择了美国 和全球的工人和企业 就是说 你是迫我的饭馆 触及了美国的红线 现在跟你讲清楚 不是跟你说你又来买债 你有求于我 美国会不会有求于你 美国还是霸权国家 他跟你竞争 未来这10年人伤口位 所以呢 会很劇 也都没想着是不是射大家的飞机 大家是这个的河河母舰对河河母舰 当你看完俄罗斯这件事的话 你知道战争是一个科学体 除了是经济 除了是文化 除了是这个科技之外 还有一样的就是超限战争 不要这么乐观 美国是一个对我们是仁慈的国家 也都告诉你 现在所以我经常说 美国的工业信用 商业信用 已经不古了 唯有就叫军事信用 军事信用就像Galanty 可以令你无人行门戒 军事冲突也都不限于刚才所说的 飞机大炮火箭陆军 超限战也都可以恐怖 看到俄罗斯已经心里面是两一截了 当然了 中国应该是早有预防 你记得刚刚昨天就是 这个也要最后一天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不认为 他太匆信用 如果以后的 3月25日 你被他是南斯战斗 这个事冠备击 这个都是超限战争 打到我们没有还手 所以 你贪贪 贪贪 扯他下去 不過我告訴你 我們沒有扯他下去 我們是很緊張的 什麼時候扯過呢?不清楚 總之盡快 這個才是我們所見到 在《時事新聞》之後 見到後面的一些所謂的黑相 就是那個叫作劫的操作 根本 如果你說誰厲害點 誰不厲害點 不是我們考慮範圍 解釋一下 你說為什麼 華為 為什麼這個小米能夠這麼快 做到它自己的國產產品 能夠也都可以超過了美國呢? 就因為一樣東西 中國是走集體主義 有舉國之力 這個舉國之力呢 原來國家的力量是大家可以分享的 例如說給你知 中國是最齊全的工業的國家 就是說所有大小分類中國是擁有了 所以說給大家知道 我們旁邊的深圳 現在我們去吃飯 其實已經是一個產業中心 有中國的速度的基礎在裏面 因為中國是很齊全的 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的產業在裏面 所以我們做車又快 做無人機又快 做手機又快 這是一個舉國之力 這是一個舉國之力 美國為什麼不可以做到呢? 因為他們不是用舉國 他們不可以分享這些資源 他們只可以做一個什麼? 互相競爭 是用自由市場的思維 所以這個制度上一定輸給你的 所以這個也不是中國第一次 我講了十幾次 八十年代日本通產省號召之下 經全國財閥之力 就是日本的財閥之力 一起去做半導體 當然有默契地 一起去追趕美國的半導體 但是他們很快將直谷打倒 因為直谷就是 只是一個牛仔 只能擔拔槍而已 他們沒有制度所限 他們不會有群體的壓力 所以你要留意這一點就是 小米也好 或者是華為也好 為什麼這麼快 可以做到這樣 現在一個體制不同 因為現在中國式現代化 我們融合了社會主義 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以它為一個思想制度 然後我們在執行方面 也會有改良這個市場經濟 所以在這方面 贏你是應該的 但是你知道贏 是否會贏到底 因此而中國會因這件事 反而可以贏了整個美國西方 請你記住前面就是戰爭 你沒有終須一戰這個底腕 人家要用這個邊緣戰爭 一步步去吹 已經不是恐嚇你 甚至是破壞 俄羅斯我再說一次 就是一個很清楚的一個例子 想想 不是看心是分 好了 我再說一件事 都放在心裏很久 中國現在欠名 說到飾飛天 不要說戰爭這件事 經濟是最厲害的 最近它的經濟數字都很亮眼 出口和進口加上內需市場 都上升了 就是在這個新一年的頭兩個月 很數字 完全是把這個負面的消息 所謂這個叫做 中國的三隊奧運 全部都摘走了 甚至這個企業的盈利 都上升了 但是有一個比較敏感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 究竟人家會用什麼方法 我們競爭呢 我們缺哪樣呢 經濟好 科技好 是不是 我們教育也不錯 醫療也不錯 在新冠裡面 在這裏 就駕駛一件事 就是文化 我昨天去完阿巴蘇 我很少走藝術的展覽會 因為我做IT記者 或者做車的記者 我走這些展覽會比較多 藝術的事情 我也很清楚 這次阿巴蘇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其實香港搞這個城市是OK的 因為實際上這個城市 甚至是帶起了很多個 周邊的消費 甚至就是一個氣氛來的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有一個情況 我走完這個阿巴蘇裡面 我看到 差不多九成的人 都穿得很得體 穿得很乾鮮 衣品好的人 全部講國 你說是不是台灣來的 我相信不是 雖然是來地人 換言之 在這個藝術市場 尤其是high end 不是affordable art 在一個叫做嚴肅的藝術 你們來講 現在主要的買家 主要的想家 就是欣賞的想家 都是講中國話 中國人 我看到 在這個展場裡面所看到的藝術品種 就是風格 有多少中國元素呢 十分之一都沒有 就算是中國的藝術家 都是沿用西方藝術的價值的框架 就是抽象派 以及行為藝術 例如他拍了一大堆的汽水罐 一大堆很寧願的東西 他連表達藝術的作者的心情 那代表了什麼呢 即是說 自六十年代起 美國之力去建造一個新的藝術體系 但是原意的依然是沒有被取代的 為什麼呢 這也是跟集體主義 當時跟個人主義有關 但是兩樣都可以比喻到的 雖然是不同的圍道 你知道為什麼 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 全世界的藝術 觀賞的風格 那個意識是改變了 變成什麼呢 抽象華 原來當時就是 蘇聯是很強大的國家 其實你過來看藝術品 例如行阿巴嫂這樣說 除了很少部分的藝術品 是可以叫做鬼虎神功 用功精細 非常之用巧手 即是用craft文學之外 大概都是一個抽象華 用很多顏色 你不要跟我說 他有多少含字 你看到這件事 門檻很低 但是當時 如果你說俄羅斯的藝術 是很弘大 比如他的歌劇院 比如他的芭蕾舞 比如他的雕像 比如他畫的人 都相當於巨像 你沒有三、五、十年經驗 或者你的手法 你很難做到這些鬼虎神功的藝術 他說這些是不是藝術 為什麼不是藝術 從敦王藝術的石窟 是用多少功夫去做的 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 是不是 是不是要舉國之力做 米巴揚大佛 摩天塔亞 這個佛像 是不是藝術 藝術 是否一會再說 有機會 是否需要用很多人去做 是否用集體主義去做 但是當我如果可以像畢加索一樣 有這麼簡單的圖案和仙條 就可以叫做一個藝術成就的話 這個就不可以了 如果這個話語權掌握了的話 整個產業就會跪越細胞 蘇聯就輸了 為什麼會輸呢 就是因為美國很巧妙 如果真的用舉國之力去做一些所謂的鬼虎神功 用功勢勢這些宏大的藝術來講 美國做不到 就是用個人主義的 是不是 你叫我用很多顏色混在地上一起 一聲 這個容易搞 你叫我做一個五十多公尺的雕像 或者叫我做一些 譬如 俄羅斯的巴雷姆魚 可能要訓練十幾十三年 你才叫做藝術的話 很難競爭 但是美國可以怎樣競爭 產業化 根據當時說CIA會有幫忙 其實這個人不需要過分去勸嚴 CIA去操控這個藝術 其實不要這樣說 而是當時很大的基金會的財閥 就會通過一個市場化 雖然說得這樣 這個叫做波羅斯羅 總之是一個很有名的圖鴉式 或者叫做抽象式的人 就給他們的基金會買了 因為他們擁有很大的交易渠道 他們可以買畫 可以紅紅一個作家 波紅一個風格 他們有全世界西方來說 是很宏偉的博物館 而博物館等於是給你一個刀 認證你說你是好的 所以說現在在這些抽象 或者在這些簡單的藝術來說 英雄那個就不是藝術家 而是那幫策戰人 你說高級藝術和我們這些所謂的 叫做Affroble Arts 或者叫做Pock Art 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是講藝術 韓國那四位閨女的Bad Plane 是不是藝術呢 當然是 就叫做Pock Art Pock Art有什麼問題呢 不是低俗 而是說我不需要你解釋 我看到他們的視覺 我們已經看到 已經是一個藝術 就是說他們表現的樣子就是性感 表現出來就是青春 我隨時跟到他的歌 隨時我跟到他的動作去起 我沒有需要有人做靈媒 給我解釋 但問題是你看到那些叫做High End Art 或者叫嚴肅的音樂的話 嚴肅的畫的話 是需要有人告訴你他的故事 所以你進去 以前好像我年輕小的時候 在這個藝術展的時候 我覺得很自信 我不懂這個東西 藝術何須懂 音樂何須懂 因為藝術家是要read我們的mind 不是要我去read你的mind 但是這個抽象藝術來講 就不是了 藝術家不需要read你的mind 我總之做的東西你看不明白的話 我都是藝術家 只要拆枕 宣傳機構 還有最重要的是 正正式式 幫我管理版的東西 家庭議長外創紀錄 鋪天蓋地的美國的傳媒 幫你宣傳 你猜你的意志是自由的嗎 你是不是受這個影響 這個就是 我不說誰 就是家庭被人說 你不懂藝術 你會看到 原來就是這樣 是假的 因為我們讀書的時候 80年代 中國的藝術觀 都還是很自信 經常覺得西方的藝術表現 才比我們高 這個其實源自於民國開始 已經知道 我們進入了西方畫畫的手法 徐飛鴻 徐柏石 就保持中國的風格 所以說這個情況的話 美國這次也都是 不過不是在藝術領域 如果要對付中國的話 他需要打一場 更漂亮的 你將中國現在的集體主義 或者舉國之力 你一定要想辦法 將它破壞 或者甚至將它取代 上次他們興建藝術文化 也很重要 他為什麼打敗蘇聯呢 他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 蘇聯那種 寫實主義那種的藝術 因為太宏大需要太多資源去投入 鬼會神功 這些事情 你沒有整個團體做不到 但是我和尚鋒今天 拿一桶這樣的顏料去倒一倒 未必可能撞不撞那些 魏平人對我們稱來的 如果我們後面有故事 譬如說我可以從大陸走出來的 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共治中國 我可以寫大你的故事 如果你有禮物 你要奉承 你有交易的優勢 你到底是不是贏了 還有最重要的是 當時他們的靈感是什麼呢 就是對付這個抽象藝術的靈感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 當時中情局看到抽象藝術 就是很多人看不到 但是有一個邏輯就說 這個世界原來爭議越大 這就代表社會越文明 就是越自由 抽象藝術也是一樣 所以他們永遠跟你說是自由 抽象是自由 集體化蘇聯的寫實的藝術 是不自由 是專制社會做出來的事 等於你說我們 萬里長城也是 專制工具 明白於是的話 它一反三 中國都會面臨這件事 人家將會瞄準你的集體主義 按你的芯片 他們又把錢放進去 破壞了所謂的政府補貼這件事 就是你那個反通脹法案已經很明顯了 會用所有的方法 世界不會和平 中美不會緩和 這是我一次見解 你不服 用你的話告訴我 你有什麼失眠 有什麼維度 所以我們起了 我為什麼覺得不樂氣 就是針對什麼 就是我們香港正在搞盛事的時候 都要想一想 其實我們是不是只有一個 我們用國際 北加索的子彈會 很差很多時間來 我都會看的 就是領悟一下 什麼叫做抽象 其中一個人說 北加索的抽象畫 為什麼這麼成名呢 就是它是表現了 一幅畫表現了法西斯的暴行 就是用槍 就是處決了一幫當時法西斯分子 那句話而成名的 同一道理 你可以說藝術是政治 或者你可以褒揚這個 北加索的人道主義的同情 我今天跟你說 我把一張 都是抽象 但是你看得明白的話 是表達這次 翻紅城市 或者音樂廳 這宗慘劇的話 你們西方的展覽會不會接受呢 你會不會給俄羅斯人民 他們去用他們的藝術審法 表達他們這麼多年 比西方欺壓和孤立 這種是悲慘 當然不行 這件事不正義 那你就叫做政治化 這就是我所做的思想實驗 是不是 當然他不會禁止你的 他有很多事情 譬如不簽證給你 找很多人替你抗議 找很多人替你口主不佛 就是 這已經不是一個商標問題 當然你說 那公平一點 烏克蘭給俄羅斯攻打死 這麼多人替你擺一些這樣的藝術 俄羅斯 我亦都在這次受到這個恐襲 或者在上次幾年前的車臣的暴亂裡面 那個音樂劇 音樂廳的慘劇 我們又擺那些東西 可以嗎 兩家一起擺嗎 你猜你猜有沒有美國西方的展覽會可以接受呢 你去做這個思想實驗 就知道藝術不是一種叫做什麼叫做自由 和叫做非政治化 也都不要跟我說 蘇聯當時的藝術是宣傳的 當然我們要處理藝術 香港要小心 盛事之下 其實最重要是正時正覺 因為你後面那個訊息 是很強大 如果他灑了不慎 又可能是進了一些圈子 大家好 巴士的步 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六語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六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